他就跟我讲 他说你命格里头是不能有婚姻 就是有婚姻的 如果有婚姻的话 你马上会遭风不测 会死亡或干嘛 所以他才跟媒体公开承诺 跟我80岁的世纪婚礼 因为活了够久了 对 他说如果在80岁之前 我们两个人如果健康 或是有谁就是说 很危险的时候 也要马上举行婚礼 然后呢 他一定要把我取回蓝家的大门 2018年12月3号 我的电话响了 他在跟别人通电话 对 等到我慢慢听慢慢听 才听到他跟那个女人说 你今天带的小孩子不要回去 他说他会到那边去找你 然后我听了这些东西 我就知道了 我这一part的事情来了 他外面有两个女人 三个小孩 然后已经外遇15年了 光丽呢 当年是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为了让子回头的蓝文青 放下了演绎的事业 推掉了所有的邀约 为爱 吸引 然后陪他打拼 一个麻辣火锅事业 叫蓝宝宝 那当年呢 这段爱情故事是非常轰动的 电视台还为此制作专辑 到现在二十几年了 两个人并没有走入婚姻 那也没有生儿育女 这个今天想要来请教 因为他是在他最红的时候吸引 其实他追我也不是那么的 当时你不知道别人在保护你 我那时候觉得说 他们好像一直在我身边 好像有做一些 就干涉性的这个动作 但是我因为在拍戏 我累的已经睡眠都没有 然后我戏份非常的重 我根本就没有去想这一些 你的制作人对你很好 像有人来纠缠我 我们制作人从来不会这样帮我 因为不会成功 后来他那个时候在追我的时候 我那时候看到他 那时候他是说 他是官胜第一军的弃子 他会通灵 然后他义务的 帮很多的信众们 在调风水啊 在解恶 然后我看到这个男人呢 跟我们一般演艺圈的人 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除了抽烟 除了吃槟榔之外 像个模范生 你说调风水啊 对他像个模范生 虽然我在后来 他也很大胆的到我家里头 去拜访我的父亲 然后他到我爸爸的书房 在二楼 我在一楼 他在二楼 跟我爸爸聊了四十几分钟 然后他就走了 我爸爸后来就跟我讲啊 说儿子啊 因为我们家都是女儿 但是我爸爸都是叫我叫儿子 他说儿子啊 他说 蓝文青这个人啊 聪明至极 嗯 他说这个男人 如果他真的是浪子回头的话 他会把你宠上天 如果他是假伪善的浪子回头的话呢 他会把你卖了 然后让你数钞票 你还谢谢他 嗯 然后第二件事情跟我讲 后母难违 我爸爸跟我讲了这个话 那当时我已经三十二岁了 嗯 那我就时时刻刻的一直在盯住这个蓝文青 他可能也知道我时刻在盯他啊 嗯 他可以在我身边 那时候已经在一起了吗 没有 就是在交往 因为我们都是一直在拍戏 但是他都会找我的空档啊 然后到我家的门口啊或者干嘛 然后我拍戏他会在外面跟我讲几句话这样 但是后来有的时候有休息的时候 我就到他的 他那时候跟他哥哥开个蓝公馆 他在他哥哥店里头就帮信众们 就是好像在调风水啊 在解恶这样 我就看这个男的 我就冷眼旁观这个男的 很有智慧 然后很善心 然后很狭义啊 慢慢慢慢我就在想 当然那个时候也觉得这个男人呢 就是他很肯吃苦耐了 嗯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男人可以蹲在地上 做个小板凳 在那边洗铜浩菜 因为他那时候跟他哥哥开一个 什么麻辣火锅店嘛 很讲他实力 对对对 然后呢 他可以放下身段端的那个锅子 然后招呼客人 那我在想这个男人应该是真的浪子回头吧 因为一般的男人是放不下这种身段的 然后再听他讲一些智慧的话语啊 什么什么的 那跟他交往了差不多 也就是两个月三个月时间吧 然后因为那时候在拍楚流香传奇 被记者看到了他来探班 然后这个消息就曝光了 那曝光之后呢 然后我们演艺圈有认得我的 跟不认得我的四面八方 全部都来告诉我光丽不可以啊 不可以什么 就是他的恶名昭彰啊 然后他的负贫至极啊 你千万不能够跟这种男人交往啊 但是我看到我面前的这个男人 跟你们讲的都不一样啊 真的是个模范生啊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曾经有来上过 郑大哥的节目的时候 然后我那个时候还应该讲 我现在很后悔 那时候还很骄傲的说 那一些跌破眼镜 因为我们在交往的时候 很多人是跌破眼镜 我说那些跌破眼镜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把你的眼镜捡起来了 哎呀28年后 我非常谢谢你们 也对不起你们 哇 其实蓝文青真的很帅 我到现在印象还有 他追你的时候 他有婚姻状态啊 没有 他那个时候是负债累累 负债累累 然后他也离婚了 但是有个小孩 有个小孩也蛮大的 对 那当时他已经有过婚姻 有个小孩 你都没有考虑啊 有 爸爸有讲过后母难为 所以我为什么会这么严厉的 去看这个男人 后来看这个男人真的很好 那他那时候也说服我就说 我们一起共同创业 然后也规划出我们人生的一个生命蓝图 那平安心讲这个男人 当然是有他的长处 我才会选择他 那当然他可能也很厉害吧 他把我的个性整个摸透了 因为我从小是聚校长大的 所以我满脑子的忠孝结役 然后呢 我爸爸妈妈也是高阶的军官 我从小就是在军人世家长大 很严格的 他反正就知道我是个好女孩子 然后呢 我爸爸妈妈那时候 全家都很反对他 但是他从来不在我面前讲爸爸妈妈一个不好字 一直是用体贴的方式讲我的爸爸妈妈怎么好怎么好 那应该讲我没有用吧 你观察他嘛对不对 对我在观察他 因为时间久了 看到这个男人一直在讲我的爸妈好啊 然后又怎样怎样啊 那这个男人对我爸妈这么好啊 然后又常常在问候干嘛干嘛 我心就会软了 要追你当然要讲你爸妈好啊 对啊 然后他就拿板凳在那边洗菜 然后你就被他追走了 我当然是有一直在看他 就讲说他可以放下身段 然后做一些事情 然后他又在免费的帮人家再调风水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有帮你通灵吗 有讲准吗 他说他是通灵 所以呢他就看了我的生辰八字 然后又在讲我一大堆什么什么什么 那平良心讲我本来是不太相信这些的 那后来等到正式交往了以后呢 他就跟我讲 他说你命格里头是不能有婚姻 就是有婚姻的 如果有婚姻的话 你马上会招逢不测 会死亡或干嘛 所以他才跟媒体公开承诺 跟我80岁的世纪婚礼 因为活了够久了 对他说如果在80岁之前 我们两个人如果健康或是有谁 就是说很危险的时候 也要马上举行婚礼 然后呢他一定要把我取回蓝家的大门 如今看来 骗子 李延长运年姐呢 有一天打电话跟我讲 李延长运以前联合报的记者 对他跟我讲说 小丽他说怎么有人跟我讲 他说那个清哥在外面跟女人在喝咖啡 啊 我说在喝咖啡 他说你去问问蓝文金是怎么回事啊 我说李延姐 我说我们现在在推这个案子 我知道这个熊海玲在买我们的房子 我说是不是他在跟熊海玲在喝咖啡 但是大家会不认得熊海玲吗 他说你问问看 李延姐是跟我这样讲 然后蓝文金回来的时候 我就在问他 我说你今天在跟谁喝咖啡 他说怎么了 我说有人看到你在喝咖啡 他说是谁说的 我说李延姐今天打电话来的 他说神经病啊 他说李延姐在干什么 跟你这么好的朋友啊 心风作浪啊 我在跟谁喝咖啡啊 他还很不高兴哦 有点歇斯底里 他从来都没有这样子 后来我再问他说 如果你跟熊海玲在喝咖啡 为什么别人会不认得熊海玲 他说他们在胡说八道 在破坏我们的感情 从那个时候 那个小三已经有了 然后就 当然他很长一段时间就很不正常 天天赌博赌博赌博 然后回来的时间都很短很短很短 我就常常为了他赌博的事情 跟他起争执 那当然这么多年 我一直过的是很伤心的日子 因为我觉得我当初 我这么严厉看了这个男人 结果现在这个男人变成了另外一个 像魔鬼一样的男人 恢复了他从前 我那些朋友在讲他从前没有 在通灵的时候的那个样子 我其实是很伤心 我在想说 会不会我慢慢等 我应该能够等到 我原来看到的那个男人回来 我每天在等 所以他一直在讲 我就一直在痛苦 我知道他太不正常 但他就一直在说我 吃饱饭找他的麻烦 他已经那么辛苦了 那时候你们在一起几年 十一年 十一二年 我现在其实都已经不太记得了 这个话应该是在 十五六年前吧 的事情了 十五六 所以你还忍这么久啊 对 但是因为就是说 你看嘛 我应该讲吧 好吧 2018年12月3号 我的电话响了 他在跟别人通电话 对 等到我慢慢听慢慢听 才听到他跟那个女人说 你今天带着小孩子不要回去 他说他会到那边去找你 他说我对不起他了 我把他给害惨了 但是呢 我也跟他过不下去了 我也要放弃了 然后呢 只要你相信我就好了 我有你支撑我 我就够了 然后你回去跟三姐讲 叫他不用担心 但是你不要带着小孩回去 然后说我把那个女人给害惨了 那那个女人先要来找你 就是小四要来找你 他要听你跟他怎么说 然后小四听完之后 他死了也迷目了 我就听了这个东西 孩子他把谁给害惨了 然后呢 那对方不要再说什么 他说不会啦 我死不了啦 我大不了就是 最多就身败名裂了 那个女人要把我弄到 身败名裂了 然后我听了这些东西 我就知道了 我这一part的事情来了 然后呢 他电话挂掉以后 我就在这边 喂 喂 喂 我就听到对方 可能听到电话哪边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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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稀里刷啦 稀里刷啦的 电话就断了 我马上电话就过去了 我说你刚刚在打电话给谁 我在打谁 没有啊 我说你刚刚在跟谁通电话 啊 我在跟那个助理 在通电话 我说你刚刚在跟哪个女人 在通电话 什么孩子 什么不要回去 你把谁给害惨了 为什么人家要把你弄得 身败名裂 他就开始 讲话就一定有点喘了 他说 这个事情 很复杂 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说 我现在要去录影 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就跟你说 我会跟你说清楚 我说你跟我说清楚 到底是跟哪个女人谈恋爱 我在电话这边全部都听清楚了 他就开始发抖了 他说真的是有鬼在牵啊 嗯 他跟别人在通电话 怎么会把我的手机给按通啊 嗯 然后我就在问他问他 问到最后 逼他 我们讲了一个多少时 我才知道 他外面有两个女人 三个小孩 然后已经外遇15年了 变成我们成立宝铺建设公司 第一年 他就已经开始了 哇 那是2018年是不是 不是 2018年事情才曝光 曝光嘛 所以你看 2005 2005年 2005年就看了 你看我这个生日卡是 2011年的 他还在写给我的生日卡 这是已经发生了 已经发生了 外面都有小孩了 已经发生六年了 对 你看看里面他怎么写的 他写的是 亲爱的丽宝贝 祝你平安 幸福快乐 祝你美丽健康富贵 祝你钻石翡翠满乡 清赫 哇 很甜蜜 你看啊 这个是他给我的 就过年的吧 我这些我都留 都留着 你钱都没有拿出来啊 全部都留着 天哪 真的是 宝宝的 你看他上面 宝宝的 八霸 不是 你看他上面写的这些 都已经有外遇了 有小三了 有小四了 还能够写这些东西 哇 清宝贝于 2016年春节 正月初一 博得彩金 16800元 正于丽宝贝 一路发到100岁 祝猴年快乐 才与员廣进 身体健康 清宝贝 好 哇他都叫你清宝贝 因为他叫我丽宝贝 丽宝贝对不起丽宝贝 他是清宝贝 祝最亲爱的丽宝贝 青春美丽 永远新春快乐 爱你的清宝贝 2005年除夕 2005年他已经发生了 他已经有了 PS 93年除夕 哇 给你六万六 我看到这些 他也只是过年才有 平常都没有的 所以你看看他 每个那个案子 在推案子的时候 我们在动工 在上大梁的这些红包 他全部都拿回来给我 还有他生日 如果公司给的 当然钱都不是很多的 给的他的 或是端午节的 他都拿回来给我 所以你说这个男人 他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真的是 所以有人在讲说 你被隐瞒了这么久 好像怎么那么傻 是 我也怀疑啊 但是他又可以做这些东西 给你看 这个事情在报章媒体都有 有 对不对 都有 对 那他那个时候呢 因为他顶了两个店 然后又有什么中央厨房 又买了什么什么什么的 他就跟我说 他钱不够 希望我呢 能够暂时借他这些钱 让他 因为你也知道 上市贵的话 蓝文青是占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然后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 是放出来的 那这个蓝宝宝的 这个专户里头呢 他要有对等的资金 放在里面 小股东的钱进来之后 他要有对等的资金 在里面 但是他并没有这个钱 他就跟我讲 他说 你先借我钱 然后我放在这里面 等到上市贵的时候 我这钱就还给你 看你是要股票 还是要钱 我的股票上市的时候 是六十块钱 我可以炒到 一百二 一百八 我说我不要股票 他说好 那这样子 我们马上九月二十二号 蓝宝宝也要 就是要 就是 开户 就开张了 那时候就有现金流进来了 我马上钱还给你 那你也知道 二十八年的 事实上的夫妻 你会叫他写欠条吗 不会啦 夫妻一般来讲 真的是不会 对 所以就是没有写这个欠条 那当时也没有想到 他会有外遇的事情 等到有外遇事情发生以后 我当然就逼得跟他要钱了 当然 他总共跟我拿了 两千九百万元 那当然还好 就是前面他确定了 蓝宝宝上市贵 这个案子就破局了 因为当时只有两个人 入了钱进来 其他人都没有入钱进来 那当然就上不了市 那我跟他说 你既然你没有办法上 就上市贵了 就把钱还给我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 就先汇了一个一千一百万 就是分了两笔 汇了一千一百万 就先还给我 等到外遇事情发生之后 我就逼得他还钱 他跟我说他没有钱 我不相信 他就说 那你到公司去 问他的合伙人 因为他的公司账 都是他合伙人太太在管 他们三个人是老板 我就到了公司 去问刘克健 那刘克健也跟我讲说 他说公司真的没有钱 那时候公司也正被一个 来买房屋的人 好像有合约的纠纷 然后那个人也把他们公司 还有蓝宝宝什么的账户 全部都冻结了 所以他们根本是没有钱的 当然还有一些 反正他就是证明说 像蓝宝宝宝这么要面子一个人 然后连他的超跑都卖了 他还有超跑 他的所有的东西 全部是贷款的 只有这部超跑是有规定的 宾室的超跑要买的话 要全额付的 他多少钱买的 好像是1300多还是多少钱 我是不知道 他当时买这部车的时候 也是没跟我讲 他就直接买了 我大发脾气 我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个车子 你有这么需要这个车子吗 公司要有随时要准备现金 要买地要干嘛的 你要这个样子吗 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开这个车子到酒店很威风啊 我记得刚刚讲 蓝宝宝要追逛丽的时候 有去见你爸爸 爸爸给你的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就是 这个人如果真的是改头换面 就会把你宠上天 看起来好像没有 第二种可能就是 他会把你卖的 你还跟他说谢谢 第二种可能好像是应验 哎呀 义语成称啊 我的爸爸讲的这话 真的是义语成称 爸爸有智慧 有智慧 老人家的眼光啊 那现在总的 他还欠你多少钱 刚刚前面讲 他前面先还了我一个1100万 然后呢 就是后来他跟我说他没有钱 他外遇事情发生 他没有钱 我到公司也确认 他们真的是 公司是没有钱的 后来他才把那个附近南路 二楼的房子 也就是我们蓝宝宝 从前上面的那个房子 对他把它信托给我 设压 就是设定抵押算1000万 然后担保给我 当时那个房子也是我们蓝宝宝 赚了钱的时候买的 他那时候跟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讲 他说这个房子是小利 他当得的 那个房子他是要留给我的 没有想到他在103年就把那房子跟银行贷了1500多万 我都不知道 然后他现在又把这个房子 本来答应要给我的房子 现在又算1000万 拿来抵债的 对 然后抵给我 那现在房子已经在要准备第二拍了 后来你们是怎么分手的 还要怎么分手 他外遇事情发生以后 回来以后还在跟我讲 他还是维持他的初心要跟我过一辈子 要跟我过一辈子 那小三小四的意思 他一说看他们 他也不能够逼他们走 他希望他们就自动走 那如果小孩子他有能力就养 没有能力就探望 他是这样跟我讲的 但是我跟你讲 这些都是借口 他当时回来一直跟我讲 他说我错了 我一错再错 又怎样怎样 哭得稀里哗啦的 很真诚 然后这样感动你 他说他要回来 我在想怎么可能 我跟你无儿无女 我这边解决我是最简单的 对不对 那两个差他二十几岁 然后跟他生了小孩 他有可能放得掉吗 我是这样想 但是他跟我讲 他就是要回来 他要维持初心 就一直跟我这样讲 结果 结果我才知道 他从一开始 为什么跟我一直维持这么好的关系 他是把我当个挡箭牌 因为小三小四全部都生了小孩了 他们小三小四在逼你的时候 他永远是在讲 譬如说我要到小三这边去的时候 我就讲 那个夏姐找我 我要到夏姐那边去了 好就走了 到这边又讲 夏姐找我 他又到这边来了 然后他把我放在这边的时候 变成说 这两个都不能逼他结婚 因为夏光丽在 嗯 所以他利用我 那现在呢 我就不被他利用 我就闪掉了 什么时候闪的 在2019年的5月份吧 差不多才一年 就是2018年12月3号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我2019年的5月我就正式 就5月初我就正式 就是不跟他来往了 然后就让他们两个去争吧 结果现在知道那两个确实是争的 非常厉害天天吵 你说小三小四啊 当然啊 每个人都要争正宫啊 嗯嗯嗯嗯嗯 那你有跟他跟狼艺青打官司吗 有打官司就是现在还剩下910万 910万就是有110那三对小鸟 那另外还有800万啊 那三对小鸟后来的下落呢 对那这个官司从去年一直打到今年啊 然后7月2 8月14号才宣判 然后这一年多我都是经历了像地狱的生活啊 嗯嗯嗯嗯 因为我自己选的人 然后我也不让我妈妈知道 我妈妈已经90岁了 我没让我妈知道 我也没让我姐姐知道 他们都不知道 然后我一个人在家独自承受 哇 然后我又是那么爱面子的人 我不想把这些事情公布出来以后 变成人家茶余饭后的八卦 来讥笑我 我不愿意 那今天我愿意出来上节目呢 我只是想说能够借由我的案例 让现在正在经历 同样事件的这个伤痛的人 或者是已经走过这个伤痛 还没有完全站起来的人 能够跟我一样重新过自己的新人生 放下不必要的执着 然后重新过你自己喜乐丰盛新生命 你在最痛苦的时候有多痛苦 我们演戏啊 常常讲啊 泪如雨下 我们在演戏 演不出那个境界 但是我在那段时间的时候 真的叫做泪如雨下 那个眼泪不停地流 不停地流 那个衣服上面 那个地上是这样一大摊的 然后这个差不多将近 也是五个月到六个月 天天如此 然后我哭到我的眼睛 都已经有问题了 我从刚开始发生事情的时候 就已经哭得眼睛有问题了 蓝文青还曾经跟我讲说 叫我不要再哭了 他说我眼睛会哭 会哭瞎 对 像我现在还是在看眼睛 我姐姐都陪着我 都是固定看眼睛 所以我现在 我的左眼睛在开车的时候 常常会突然间 会模糊 所以我现在都是自己 有看心理医师吗 唉 我的第一个心理医师就是 邓慧文邓就邓医师 那你就知道已经是 多早以前的事情了 了解 新闻娃娃 有YouTube频道 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